哈喽 我是小金 邀请外星人来地球上玩 你一定想说这缸无可能 但是人家邀请函可是已经寄出去了 就是这个地方 美国中东部肯塔基州的 Lexington 莱辛顿 他们使用红外线雷射光 要把雷射邀请函发送射向外太空 目标就是水平座附近 距离地球有40光年的TRAPEX-1星系 在这个编码点证图邀请函 有放进了一些关于地球的信息 包括了生命元素 多巴胺的分子结构 和当地知名的波本威士忌 还有人类和马 因为莱辛顿被称为是世界马都 还有当地代表性的蓝草 要让外星人知道 它们有辽阔的空间 可以停放外星人的飞船 诶 但话说回来 为什么是锁定TRAPEX-1星系呢 其实这个TRAPEX-1恒星 它是一颗体积比太阳还小很多 温度又极低的红矮星 它有7颗跟地球大小很接近 由岩石所构成的系外行星 而其中的EFG 这三颗行星位在宜居带之内 所以这三颗也是被推认为 比较可能拥有 液态水与大气层的行星 或许上面也存在着外星生命呢 所以莱辛顿就锁定了TRAPEX-1星系 当然它们也被推敲着 会不会是适合人类移民居住的 内地行星呢 而其中NASA认为 这个星系里最可能有宜居环境的 就是E这颗行星了 它就位在宜居带的中部 它从红矮星接收到的光量 与地球从太阳那获得的是差不多的 而如果它有大气层 来保留一些所接收的热量 那么就会让它够温暖 让表面有液态水存在了 但是事情没有这么单纯 这几颗行星啊 可能都面临到了被卡住的命运啊 所谓被卡住 就是它们很有可能都被潮汐锁定了 最早是推测最靠近恒星的那两颗行星被锁定 但后来科学界又主张 可能7颗行星都被潮汐锁定了 这就像是月球永远都以同一面对着地球那样 所以被锁定的行星 就都是以同一面朝向恒星 呈现出某一半面都在永咒的状态 另一半则是面向太空的永夜了 而这可能也会让行星出现机枪风 从永咒的半球吹向永夜的那一半面 而影响到了生命的存在啊 如果TRAPEX-1星系有外星生命 那就是要40年才能收到莱星顿所发射出的邀请函 外星人即使立即回复地球 那可能又要再等个40年了 但是呢 如果外星飞碟可以超过光速 它们直接飞过来 那么莱星顿可能就要提前接待外星游客了吧 你觉得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咯 也记得分享给你的朋友 按订阅开启叮噹 咱们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